在大年初二的晚间 国道一号南下台中路段 发生车潮涌色的情况 那可以看到外侧两线 以及路间发生了四车连环追转 那是还有一辆车呢 是被撞到直接当场翻覆过去 国道一号南下181.8公里处 在稍早晚间9点左右 发生追撞的交通事故 警销也紧急赶到现场 查看驾驶跟乘客的状况 并且疏导交通 索性四车都没有人受伤 只有两人是感到身体不适 也立即送医检查 不过还好是人都意识清楚 没有大碍 那现场的车祸是一度造成车辆 只剩下一道能够通行 索性事故的现场 不到半小时就顺利排除 也已经回复正常通行 以上是现场最新掌握到的消息